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8月12号到18号 访问南美洲国家巴拉圭期间 借着去城跟回城的路途 两度过境美国纽约和旧金山 再次踩到中国的红线 引起中国当局强烈不满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 对于赖清德过境访美的举动 抨击他恬不知耻 以美谋独 那么就在赖清德顺利回到台湾一天后 中国解放军随即也在昨天宣布 在台湾周边展开海空联合军演 不止如此 中国解放军还明确表明 这一轮海空军演就是对台独分裂势力 跟外部势力勾结挑衅的严重警告 中国发动联合军演警告台湾 美国方面也对此表示关切 美国国务院发声明指 美国会持续密切监察中国这次的军演 同时他们也敦促中国应该要停止施压台湾 无论是在军事 外交 甚至经济课题上 美国国务院认为 中国与其发起联合军演施压 倒不如跟台湾展开有意义的对话 一声令下 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 马上出动战斗机和海军驱逐舰等等 营造围岛进攻之势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不顾中方反对 过境美国纽约和旧金山 中国在赖清德回岛之后出重拳反击 在台海展开海空联合军演 联合军演的画面也透过中国的官媒央视播出 在任务海域待机的导弹快艇 联合岸岛突击群 和电子对抗 关通部队 对敌机动目标 实施全时追苗 为了应对中方的联合军演 台湾国防部声明已经派遣兵力 部署任务机 舰载以及暗制导弹系统严密监控 截至今天早上的6点 一共检测到9艘的中国军舰 和45架的军机在台海周边活动 期间还有27架的军机越过台海中线 至于触发这次中国联合军演的赖清德 在接受当地电视台访问时 则淡定表示 台湾的总统和副总统出访美国 或其他的邦交国是平常事 要中国不要小题大做 因为这种做法对中台的稳定没有帮助 编号品 编号品 地灯